大家好 我是陳詩玉 馬上帶你來掌握米克拉颱風的最新動態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個米克拉颱風 因為它移動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所以在今天早上七點的時候 就已經登陸到大陸福建了 所以澎湖其實在今天早上八點半 就已經解除了它的陸上颱風警報 但是我們要提醒像是在外島的金門 現在仍舊位在它的暴風圈的邊緣 所以金門現在還是要盛防 可能會有瞬間的強震風 而在整個米克拉颱風進入到大陸之後 估計它的強度就會開始明顯減弱 所以很快的預估最快在今天下午兩點半 我們就會解除它的陸上已經海上颱風警報 但是警報解除之後還是要提醒您 因為它在整個北上的過程當中 位在南方的低壓帶水氣也跟著往北台 雖然現在持續有一波一波的水氣 還是移入到台灣上頭 我們就來看到在雷達回波圖的部分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特別是局部的中南部地區 還有像是在台東一帶 今天一早開始持續就有一些水氣不斷移入 特別台東的山區影響最明顯 像是在台東的金門廂 累積雨量就突破了200毫米 另外像是在太馬里拉 北南大武同樣累積雨量都有突破100多毫米 台東市的累積雨量也來到84毫米 而稍早像是在高雄屏東 其實雨量也來到了接近40毫米了 而現在我們要看到的還有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區 雖然說在今天白天是可以看到陽光露臉的 但是中午過後估計這對流會非常的旺盛 特別要提醒的就是在各地的山區 還有就是北台灣可能會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 所以現在氣象局也針對這些地方 黃色區塊的部分都發布了大雨特曝 而在屏東的山區台東是持續發布豪雨特曝 下半天天氣還是很不穩定 外處都要記得攜帶雨具 最後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提醒您今天北台灣下半天天氣非常的不穩定 降母機率來到了40%到90% 要盛防可能會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時豪雨的狀況 提醒您外出要格外當心 而在中台灣的部分今天下半天降母機率30%到50% 特別是在靠近山區的部分 要格外留意會有局部大雷雨的狀況出現 而在南台灣因為持續有一些颱風外圍環流水 所以各地天氣還是很不穩定 降雨機率一樣高達了70%到80% 東半部地區今天下半天降雨機率也都是偏高的 來到了60%到70% 外出一定要格外注意 外島地區連江30到34度 金門澎湖降雨機率還是偏高 來到了50% 好小丁尼最後要再次提醒您 受到颱風圍的水氣以及熱對流的關係 下半天各地還是會順防 會有直播好雨或者是大雨的狀況 另外雖然颱風逐漸遠離了 但是基隆北海岸遇到東台灣 西南部的沿海還有外島的澎湖金門 沿海還是容易出現長浪 所以盡可能還是不要從事海上活動 以上就今天的天區人報